主題二 我們介紹的是距離公式這邊 好 那距離公式這個重點的話呢 有兩個公式你要back 一個是終點 第二個是距離 好 那講終點的話 這個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我習慣讓你去做那個比較 還記得我們以前那個國語上學有加個東西嗎 我問你喔 如果這裡是2 這裡是6 請問你終點是多少 4 4怎麼算的 2加2 是不是兩個相加除以2就好了 對不對 相加除以2就只是4 還記得嗎 也就是說我如果告訴你這邊是a 這邊是b 請問你終點怎麼算 是不是a加b數以2 還記得嗎 會啦 好 如果是你會的話 那這個超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現在改成什麼東西 改成是 數線上面的其中兩點 然後要找那個什麼 距離 那個中間的終點怎麼算 一樣 如果告訴你一個a點是x1y1 b點是x2y2 請問你他們的終點怎麼找 直接怎麼辦 相加除以2 所以就有看到沒 x1加x2除以2 y1加y2除以2 這樣可以了 所以這個應該不難 會啦齁 好 那比較難的是下面這個地方 距離公式 好 也是一樣 他說我如果告訴你說這個a點是x1y1 b點是x2y2 請問你 距離 距離的話 好 你這個先把它框起來 答案是 兩個點相減 x-x y-y 然後平方相加 開根號就答案了 那當然我要告訴你為什麼 我們就很廢就好了 就很廢就沒什麼好教對不對 好 我們看一下為什麼 來 請看一下喔 畫個數線 畫這邊好了 好 假設這是x軸 這個是y軸 好 那我們說這點是 a點好了 這個是a點 這個是b點 好 然後我說a點的g 去那個那個什麼 坐標是x1y1 b點的坐標呢 是x2y2 然後我說要求這個距離 求紅色線的距離是多少 好 我們看要怎麼算喔 來 做法是這樣子的 很簡單 來 請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呢 你過a點 往下畫一個垂直的線 然後呢 過b點呢 畫一個水平的線 看到什麼東西了 看到一個 指甲很有型對不對 沒錯吧 好 接下來看一下喔 請問你 這裡的x1指的是誰是x1 你知道嗎 是不是應該是x1 因為x1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 是a點的什麼 x軸的長度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啊這個y1指的是誰是y1 你知道嗎 這整個是y1 有沒有看到 所以 我的a點寫的x1y1指的是這兩段 x1跟y1 會然後 好 b點請看一下 這裡寫的x2y2指的是誰 誰是x2y2 你知道嗎 指的是這個部分多少 x2 啊y2呢指的是誰 這段是y2吧 因為這段跟這段應該會一樣長吧 看懂了齁 好 好 快講完了齁 我們看一下 用紅色的比型的答案 請問你 這一段有多長 我知道這邊是x1 這邊是x2 那這段是怎樣 這段 是不是應該是x1-x2 x2 對不對 好 再來看這邊 那這段呢 這個整個是y2 所以這段應該是y1-x2 y2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這不是個正常的寫法 怎麼找斜面 是不是兩個兩股平方 兩股平方之後呢 相加派根號 所以答案怎麼找出來了 會了嗎 會了齁 那我們做個例題好不好 我們要做個題目 來請問你 如果a點是38 b點呢 改個數字好 你們寫個 75 好 請問你 ab有多長 看對不對 ab有多長 直接多少 根號 多少 x2-x2-y 那就是 3-7的平方 加上 8-5的平方 就可以了 會了齁 先給我 來3-4的平方多少 3-7 3-7應該是4的平方 對不對 然後8-5呢 是3的平方 這其實很簡單 因為它一定能幾比幾 3比4比1 5 所以它一定是5 這樣會啦齁 可以嗎 好 這個領培寫上去 還蠻重要的一個公式喔